我支持你 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现场 一任何韵诗站上最前线和港警谈判 同年一个月后何韵诗受邀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演讲 近几年何韵诗毫不避讳对社会运动和香港民主派的支持 也害艺人叶德贤还有黄之锋在街头替民主派拉票 港媒报道这些都成了官方锁定调查他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证据 港媒另外点出何韵诗担任信托人的612基金 主要帮示威者提供金钱法律援助 虽然目前已经停止运作 但可能仍将被列为重要的关键证据 另外传出将宣布解散的香港支联会 过去曾多次举办六四纪念活动 何韵诗也多次现身 对于被官方锁定的讯息 何韵诗经纪人对外表示不用太担心 原定9月在香港举办的7场演唱会 目前还是决定如期举办 在香港紧张的气氛也蔓延到了电影圈 港府24号提出电影检查条例草案 一旦立法通过 未来不分香港或外地拍摄的电影 只要香港官方认定不利国安 就能撤销不应资格 违法者还将面临100万港币 和被关三年的惩罚 TVBS新闻综合报道